今天下午我到土城的基礎組的一個道場 法會的課 講了一個下午的課 他們很狠 給我安排三個半小時的課 天惠堂的道場 剛剛才回來 他們的一個談判人員的班 談判人員就有四百多人 辦得滿紅棧的 三個半小時 去年就約了這個課 然後給我的一個課題 叫做記制術士 就是繼承先人的志向 完成先人未敬的事業 我想三個半小時這麼長 總要準備一下 結果到了那邊發現題目改了 改一個我都看不懂的題目 叫做什麼修道辦道的古老化 這也很奇怪 一般道場都是強調要現代化 不能跟不上潮流 他們強調是要古老化 反其道而行 但是講到修道 今天跟他們談到一個話題還不錯 就是道清 求道以後 法律發生 我們道場的修道和一般的宗教裡面的修道是不同 我們道清不是用自己的力量 是用法律修行 修道修什麼呢 道是無形的 它無形無相的東西 你要怎麼去修它 它不是修路啊 一條路你怎麼把它修好 修桌子椅子 道是無形的東西 但是我們生命裡面有一個無形的東西 跟道是一樣 是無形的但是存在的 是什麼東西 心 對不對 就是心 心也是無形的 道也是無形的 那所以修道呢 也不用向外去修了 就修心就好 修心就是修道 所以修就是把不好的東西 多餘的東西去除嘛 叫做修 那我們心靈有什麼需要去除的呢 孟子講得很好 養心莫大夫寡欲 我們多餘的東西是什麼 慾望太多 養心莫大夫寡欲 慾望越少 心靈品質就越好 越有智慧 所謂格物自知嘛 格物就是去除物欲啊 對物質的慾望 說來簡單啊 我們大部分人都被慾望所煎熬啊 所逼迫啊 要怎麼寡欲呢 如何寡欲呢 自古以來修行者都有這樣一套寡欲的修行 釋迦牟以後也講啊 眾生輪迴生死的原因就是慾望 慾望為本 蘇格拉底也說啊 西方的大哲學家蘇格拉底 他在臨時以前說 我這一生和慾望戰鬥 我現在戰勝他了 雖然要死 但我已經戰勝他了 所以他是聖人 大哲學家 先知 因為他戰勝了慾望 所以這些大聖人都要跟慾望戰鬥啊 那我們這種微不足道的凡乎俗子 我們打得贏這場戰爭嗎 很困難的事情 我在分析 我們的慾望大概有三大類 第一類 飲食的慾望 第二類 情慾 第三類 物慾 這兩個我們都知道啊 後面所謂物慾呢 就是錢嘛 用錢來買房子 買車子 買金銀珠寶 買名牌 買衣著 買什麼 買什麼的 要物慾 錢本身沒什麼可愛啦 但是錢他可以買一大堆的物質 所以食慾 情慾 還有物慾 這三種慾望 最大的是這個啊 飲食 因為這個食慾還包括了生存下去 而且食慾比較容易取得 比較容易取得 因為情慾會有很多問題 物慾 你要賺很多的錢也不容易 那食慾 你有一點小錢就可以吃一大堆東西 現在食物越來越便宜 到這邊附近這個勞河街夜市 從街頭吃到街尾 幾百塊錢就吃夠了 所以有三大類的慾望 你要怎麼寡慾 但是我們道慾不同於一般的宗教性 就在於一般人要面對這個慾望 你要有很大的意志力 很強大的意志力 定力 強大的決心 你要戰勝 戰勝他 所以至勝者強 戰勝自己的慾望 是真正的強者 道德經裡面講 真正的強者是戰勝自己的慾望 像蘇格拉底說的 戰勝自己的慾望 所以呢 戰勝慾望的辦法就是自力 用自己的力量戰勝自己的慾望 但是我們道慾就不同 我們道慾不是用自己的力量 是用法力 我們剛才拜拜的時候講 彌勒祖師 妙法無編 怎麼樣 復辟眾生 懺悔佛前 改過自心 共鑄天盤 我們法力 在法力的復食之下 只要你願意你就做得到 一般人願意做不到的 以前我是一個自力很強的人 我在求道以前就吃素了 要戰勝那種吃肉的慾望 多堅強的定力啊 三進三出 吃素開齋 吃素開齋 那最後我真正吃素了 可是呢 內心對於這種 肉食的渴望都還是很強烈 但是呢 求道以後 法力發生 像我們道慾只要願意 不需要經過很多的掙扎 比較新的道慾 你有沒有很想一件肉啊 沒有嘛 對 難道你定力比我強嗎 不會吧 對 我光是跟這個素食 我搏鬥了十年 一直到求道以後才定下來 就知道這個道呢 法力 妙法無編 所以我今天就講那個公案 可能我們道慾有些聽過了 再聽一次 這次有經過什麼 祖師熙來 傳承心法 才會有這種法力的加持 所以以前有一個 禪中有一個公案啊 就是有一位武祖 法眼禪師 這法眼禪師呢 就講過說 達摩西來傳心這回事啊 說到這回事 達摩西來傳心這回事啊 他做了一個譬語 他說啊 恰如水牛過窗凝啊 好像水牛過窗凝 窗凝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個窗戶的窗花木條 以前古代的窗子 不像我們現在窗子很大 窗子就很小啦 窗凝更小啦 牛這麼大怎麼過得去 對不對 今天我們 面對我們那麼龐大的欲望 就像牛 就像一條蠻牛一樣啊 而寡欲之道啊 那就像窗凝一樣 這麼難過 這麼難過去啊 你怎麼過去 很困難啊 慾望 不是這輩子的慾望 累積生生式的慾望 養得大的不得了 而天堂的窄門 那麼小 怎麼過得去 他說但是呢 經過達摩西來的傳承以後 腳過去了 頭過去了 肩膀過去了 四個蹄子都過去了 但是問你一句 為什麼尾巴過不得 就剩個尾巴過不去 牛這麼大都過去了啊 明氏一指全部過去了 就剩個尾巴過不得 你如果在窗明這邊啊 水牛要過去了 就過不去啊 以前我就是這樣子啊 以前很多人都只是在讀書 想的都是什麼 書要讀得好 錢要賺得多的時候 我心裡想的就是要 成佛啊 成佛第一個要面對的就是 寡欲啊 就過不去啊 就過不去啊 鑽進去一點又彈回來 鑽進去一點又彈回來 很容易就打回原形了 所以眾生面對的是這個 這個門檻 這麼小的門檻 但我們呢 是一指點就過去了 水牛過窗林 超生鳥死了 連生死關頭都過去了 你沒有寡欲是沒辦法超生鳥死 但是我們呢 沒有往前走 掛在那裡 尾巴過不去 還是在窗邊啊 還是沒有辦法過去啊 都是順步難行啊 一個是真的過不去 一個是呢不想過去 自己不想往前走 我們道心糊裡糊塗求道了 不想往前走 我們道心啊 只要你願意啊 往前一走 就海闊天空 你願意 不要這個 吃肉的慾望 你吃素就做得到 你願意不要這個 情慾 就可以不要 你願意不要這個物慾 也可以不要 當然在座很多道心 吃肉的慾望 已經沒有了 這些這些 情慾 物慾 比這個吃肉的慾望還小的 情慾 物慾 我這個吃肉的慾望 還是很難去除的 你願意往前走 善悔活前 改過自心 我願意改過自心 我就可以往前走 所以為什麼尾巴過不得 自己流連 不捨而已 沒有說 沒有說過不去的 沒有過不去的 這是我們 這一期的道心 我們真的不是宗教信徒 我們是道人 道已經打開了 你就走在路上 宗教信徒在找路的 在找路還沒上道 我們已經在道上面了 可是很多道心還是一樣 水牛過窗凝 舉身絕過 尾巴過不得 就是尾巴過不去 頻頻回顧 一直在看 人家修行者是一直看著窗凝的那邊 我們是回頭看窗凝的那邊 回頭看過往的人生 所以 今天我們修道 只要願意 你要修什麼都成 只要願意 但是要問自己願不願意 你願不願意寡欲呢 願意你一定做得到 世間的人願意也做不到 我願意吃醋我做不到 我願意放棄我的七情六欲我做不到 道心呢 誠實地問自己你願不願意 如果你願意你做得到 為什麼 你不是一般人 你是道人 你也不是一般的信徒 我們不是信徒耶 我們不是凡夫俗子 我們也不是信徒 我們是道人 水牛已經過了窗凝了 就剩下一個尾巴而已 在座有些人都有經驗的 說過就過 那個炎兄 你吃醋有沒有掙扎 清口的前一天還大米大豆 然後說清就清了 對啊 願力一出 法力無邊 願力一出 法力無邊 沒有活在掙扎痛苦 夢魂淫落 半夜爬起來 望肉心探 從來沒有過 是啊 因為你願力有出來 你願意嘛 不是不甘願的 願意吃書 對不對 願意吃書 你占了一個很大的便宜 你願意 這個 這個我注意到道心啊 只要願意什麼都做得到 有的人就願意 他就可以大學畢業了 工作做一做 賺夠錢了 機票錢夠了 辭掉了 公司要重用他 辭掉了 出國開荒 錢花完後 再回來重新找工作 永遠找得到工作 永遠辭得掉工作 永遠捨得得辭掉 他就願意啊 他就賺得到 辭得下 又賺得到 等到他不願意的時候 就什麼都沒了 這是很難的耶 我們想一想 現在說起來簡單的 在道場中 我們道場沒有啊 別的道場很平常的 年紀輕輕的 大家都是拼命賺錢的 他可以賺到十幾萬 賺到幾十萬 捨了 出國開荒半年 在其他道場 多的是這種事 這怎麼可能做得到嘛 他就做得到 年紀輕輕就做得到 一搞搞個十幾年到三四十歲 才突然間大夢出行 我以前在幹什麼 宗教狂熱啊 那種願力失去 沒有能力的問題 只有願力的問題 為什麼法力加持下去 什麼都做得到 這是今天我在 跟他們這些辦事員 談到修道 古老化 最古老的修行 在釋迦牟尼佛 以前的修行 釋迦牟尼佛 那個時候已經 落入教盤了 已經是要靠自己的 意志力 來拼命修行 在那個之前呢 有法力 有法力 然後釋迦牟尼佛 門家有沒有這種呢 也有 少 單傳毒獸 到現在是廣開普渡 等於說 釋迦牟尼佛 傳給少數弟子的 這一個修行法門 達摩西來 一脈單傳這個修行法門 今天廣開普渡啊 我們都得到了 我們得到了 跟達摩祖師得到 和達摩祖師所傳的 六祖慧能所得的所傳的 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完全一樣的東西 只是我們沒有那種願力而已 對不對 我們不了解 不了解 只要你願意 成聖 成賢 成佛 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要從 不願意到願意 這是一念之間的事情 像剛剛嚴兄講的 很好的例子 對不對 昨天還在大雨大露 今天一念之間 他就做到了 當然你只是這一點做到 另外還有這個 對於金錢啊 七情六欲啊 也是一樣 就是憑你這一招 你曾經發生下我這一招 說到就做得到 只是沒有去想過我願意 我願意 有一首歌 我願意為你 我願意 我願意我就做得到 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人生修行的過程也是一樣 因為我經過這兩個過程 從叫門到道門 在叫門裡面 我願意 但是我做不到 進入道門以後 我只要願意就做得到 沒有困難 因為我不是靠自力 我是靠什麼 法力 我是靠法力 我已經過了這個門檻 我們在座 每一位都跟我一樣 過了門檻 好啦 我們就講到這裡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請 教門就是傳法的 你說沒有法力啊 有法 有方法啦 等等的 但是為什麼 它沒有辦法 依法力而修 因為有分別心 有分別心 那我們傳道 得到了這個字啊 叫做厚德字 這個講起來複雜 教門裡面傳的是什麼 波德字 波德字是不斷地從各種角度 告訴你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泡魚 告訴你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告訴你 對一切有形有相的東西 都要看破 都要放下 這是波德字 所以有十八空 十八種空 從頭空到尾 那波德字就是要知道一切皆空 萬法皆空 那波德字經過長久的修行以後 用智慧觀照 等到接近成佛階段的時候 進入菩薩果位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東西出現 叫厚德字 厚德字 就是你經過長期修行以後 你終於解果了 所謂解果自然成啊 那個六祖壇經裡面講的 頓悟花情以解果自然成 這個結果厚德字 波德字就像種樹開花 厚德字就是結果了 就是你經過長期修行以後 你終於得到這個智慧了 這厚德字呢 就是所謂的無分別字 所以今天我們傳道傳了四個東西 你根本還沒有波德字 先得了厚德字 照理之後就好像你要存夠錢 你才可以買房子啊 現在你是先買房子啦 對不對 先買房子後付款啊 這個時代因緣沒有辦法 就這個時代才搞出這種東西出來 是不是 那貸款啊 你貸款貸的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求道以後要趕快 要照破萬法皆空 那事實上我們已經得到厚德字 到底說應該這個是後來的 前面具足以後面才有 無分別字才有什麼 法力 才有法力 因為一旦得無分別字以後呢 你就跟諸佛妙法融合成一體 因為打破彼此對待分別 那是一指點的功能在這裡 不可思議的 因為無分別字就沒辦法去說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空什麼是有 非空非有 非有非無 非色非空 什麼都不是 不可以言語詮釋的 所以叫法力修持 而波德爾字是用信力修持 所以要靠信仰的力量 有沒有力量有力量 信仰就有力量 問題是很容易退信 對不對 很容易退信 你信基督教很狂熱的信 很感動的信 不信那種感覺沒有了 那種感覺沒有了 跟談戀愛一樣沒有了 彼此的信任沒有了 然後信佛教信仰也不信了 不得淡了 這就是信力 那你就要在波德字上面多下功夫 信力才會增長 要不然沒辦法信 所以這個厚德字的無分別字 這個波德字的信力 無分別字的法力 差別在這裡 我們很幸運的 我們得到這個厚德字無分別字 以法力而行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簡單 改過自信 懺悔活前改過自信 那承承不要為自己的多欲啊 不是寡欲多欲啊 找到任何的藉口理由 不要講那麼多 不要藉口理由這麼多 找到以後 好我現在要改掉這個 說改就改得掉 你只要願意改 我喜歡亂發脾氣 我願意 改掉我這個亂發脾氣的習氣 你就可以改得掉 有的人不願意改掉 因為我發脾氣是我的武器 我怎麼可以改掉呢 對不對 我一發火 什麼事都解決了 是讓製造更多的問題 我嫉妒 我怨恨 我不滿 我貪婪 我自私 我自私很好啊 我懶惰 懶惰也很好啊 我要護衛我的權益啊 我要有自私懶惰 的那個權益啊 你不想改 像我以前是想改改不了啊 我在叫門裡面的時候啊 我看清楚這些東西是不好的 從波折觀照 這是不好的 我十幾歲就在讀金剛經啊 對不對 知道這些東西是虛無的 是無償的 但是改不了 習性太重 改不了 現在我只要知道 說改就改 脾氣暴躁 我是最暴躁的人耶 脾氣我是最暴躁的 以前我在過馬路的時候 從來我走過去就紅燈耶 慢慢走耶 慢慢走啊 從來就是紅燈啊 那車子哇緊急剎車 有人開口想罵 看到我那個臉 但沒有人批一比我更暴躁的 說改就改 以前改不了 現在 現在我女兒對我的形容詞是 不會發脾氣 那不是修行多好啊 因為相信啊 願意啊 最主要是我願意啊 我願意改掉這個啊 有人不願意改掉 結果這個真好啊 我紅綠燈就在我手上 對不對 真好啊 我一直生氣大家都要怕我 但是我不會 我以前就想改改不了 因為波折字 所以我一切都想改 但是改不了 現在得到以後才有了後得字 無分別字 所以只要願意改的都改得了 願意犧牲奉獻 我以前也願意犧牲奉獻啊 可是沒辦法 還是有很多自私自利的 先分別計較的那種 那種小度量啊 還殘留在我的生命裡面 但是 得到以後我願意 我就可以犧牲奉獻 我就可以一切都不計較 可是我們大部分道清 都不是沒有能力做到啊 不願意仔細問自己 不願意 我把這些放掉我人生還有什麼 人活的就是要慾望啊 就是要有各種慾望的滿足 各種情緒的發洩嘛 對不對 我不願意放棄我慾望滿足啦 發洩情緒的這種特權 其實只要你願意的話呢 你的情緒可以消失 你的慾望也可以消失 不要覺得這是一個痛苦 我們人生的經驗覺得 要放棄你的情緒和慾望 是很痛苦的事情 也是很困難的事情 沒有 很容易 因為你已經得到這個 無分別字 好了 還有沒有問題 好 請 經理在書上寫啊 就是說 剛剛我們一看到是 奴世道 三教同源 對 奴世道 這三教同源 從哪個法 你先進去的話 會比較更更更更天靜人心呢 就是說 郭經理在書上提到 無教的忍者集成佛 集成佛 集成佛 集成佛者 但是 我們曉得稱佛多難啊 因為我們所了解的 世門的佛太難了 下面的火位太多 還有菩薩下面的羅漢一大堆了 但是如果從 從奴 無教進切進去的話 從一個忍者的話 可能更容易說服人 如果從到家切的話 親近無為 可能更容易 但 郭經理認為 我們奴世道三教同源 應該從哪方面切得進去 更可以說服自己 也更容易說服別人 其實 如是道 你三教是同源啊 但是同源都圓在哪裡呢 同源於道 同源於道 所謂 天命之畏性 率性之畏道 修道之畏教 率性之畏道 那一般走的都是修道之畏教 就是修道 要怎麼修修修修修 修到這個道上面來 那是教門 我們是直接率性 直接率性就不分奴世道 不分奴世道 以奴家來講 或是道家來講 或者說是佛家來講 那個講的都是上根利器的事情 佛家來講就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 奴家來講 我遇人人思自已 不遠啊 我願意成為一個忍者 馬上就可以成為一個忍者 即知即行 我遇人人思自已 是吧 道家來講 抱一為天下事 我能夠抱怨手意 我就可以為天下人的楷模 聖人抱一 就這麼簡單 不管是聖人抱一也好 直指人心也好 我遇人人思自已 講一樣的事情 願意就做得到 但是願意又做得到 就關鍵還是要在 有經過什麼 所謂無道以以貫之 登堂入室的提點 以前是少數人才有的特權 現在呢 廣開普渡 為什麼 熱鍋上的螞蟻 以前師尊就講過 好像熱鍋上的螞蟻 沒辦法跟他講道理 用手抓起來丟出來 抓一個是一個 抓一個是一個 牽絲緊急啊 但是從波爾治到後德治啊 有進無退 先得後德治啊 大部分道清都是到死了之後才覺悟的 大部分道清都是這樣 永遠都還是在追求各種的慾望啊等等 等到三寸氣斷說 啊 原來我得得到這麼寶貴啊 那時候才知道 那才知道 大部分道清是這樣 但是如果從波爾治修過來的話 像我是修過波爾治 所以我得到這個東西我就覺得 迷足珍貴啊 迷足珍貴 就覺得那個太艱難了 太困難了 但是一般人沒有 因為你沒有經過這種修行 沒有經過用信力修行的那種進退兩難啊 欸 就不曉得這個無分別的自由多麼珍貴 我願意我就做得到 但是大部分人是不願意啊 沒有那個願力 我遇人人思自已 這個也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 問題是我遇不遇人啊 我想不想成為一個忍者 成為一個佛 我有沒有唯求做佛 不求餘物 我有沒有順何人也 與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 你要問哪個人願意成為姚順 沒有啊 願意成為郭台銘 對不對 通通舉手 願意當總統 通通舉手 願意當姚順 哇這個順 搖順多辛苦啊 悲公式啊 住在茅草屋裡面 那吃書 餐蔬食 跟我們一樣吃菜的 更加菜耶 餐蔬食 那大禹還要山過家門而不入 對不對 所以是我們道清呢 最重要不在你經典讀的多不多 道理懂的多不多 而是你有沒有那個願意 光願意有什麼用 願意就夠了 因為你是道清 道已經在你生命裡面發生力量 就像你有這種經驗 我願意吃素我又吃得了 你把這個願意可以無限擴充 你可以試試看 可以無限擴充 願意就做得到 好 還有沒有問題 好吧 我們下課了 在頂 하지 呢 快到了 快到了 為什麼 ペ 我